試過有一次升上去 因為那些天橋底都挺骯髒的 不小心就走了一隻小強 來我們的架上面 然後又試過一部電話 放在袋子裡 然後是幸好有盆水在這裡 否則應該整部電話掉了在街上 在高空掉了在街上 我叫Vita 我是一個全職藝術家 除了自己創作 都會做不同的壁畫 可能是戶外壁畫 室內壁畫都有 最滿意的一幅是在天水圍濕地公園 因為那幅是我們第一幅摺的壁畫 起碼有兩三個功勞 我們那時只有四個女生 有些高位我們畫不到 我們就拿一枝刮 薄長枝粉筆 然後就起稿 那時就用了很多功夫和時間去做這些 但覺得值得 小時候都會有很多東西想去試 但反而畫畫這件事令我特別喜歡 是堅持去做的事 主題裡面或者元素都是跟我的回憶 以及跟大自然的關係 你看到那些遊樂場 一些搖搖板 然後搖滑梯等 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公公幫我 在公園裡面拍了一些照片 那我就拿了裡面一些元素 一些重要的東西 放了在我的畫中 我是很害怕回憶會消逝的人 因為我婆婆其實現在已經是老人癡呆了 那一刻你跟她說你的名字 但下一秒她又忘記了 這個地方是馬灣沖村 它是一個很小的漁村 所以很多人都會遺忘 以及會忘記 亦都會即將消逝 所以我很喜歡用照片去記錄 你不會知道下一秒或下一年過去之後 你照片裡面的東西 還會不會存在在這個地方 或者存在在這個世界 那我覺得照片是比我們每一個人 或者是我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如果未來的話 其實我也會想可以去一些藝術駐留 希望可以見到多些藝術家跟我們交流 另外就是想試多些不同的物料 一些大自然的物料 我也會想加入回到自己的作品裡面 接下來十月就會在這個灣仔庫德樓 有一個展覽 就是關於我和另外幾個朋友的一個聯展 裡面就是說一些我們內心的東西 到時你們來這裡就知道了